第47題,它說這是一個長方體 相交在X,即是這個位置,中間位置 M亦是中間點 然後它想告訴我們MX和一塊面的膠角是φ 它沒有告訴我們 即是一條線和一塊面的膠角就是φ 這是我自己畫出來的 先溫習一下一條線和一塊面的膠角 一條線在這裏,一塊面在這裏 我們需要由一條線畫一個垂直線下去 這個垂直線,然後就會有一個陰影的地方 這條線和陰影的相交位置 夾出來的角就是我們想要的角 所以這條線和這塊面的接觸的點是M 需要由X畫一個垂直線 到紅色的面上 才可以產生到的格角 由X畫到紅色的面上垂直 即是剛剛沒有Y,應該是中間點 G H的中間點 連結合它MY就是XM的頭影 所以這裏說的φ 其實就是XMY這個φ 但它不是叫我們求φ 它叫我們求Tangentφ 好,如果我們畫了這個三個形後 我們知道這個邊長就是6 因為剛剛好,12除2 這個是12來的 剛剛有這個位置,剛剛有一半 所以這個就是6 好,我們要計Tangentφ 即使我們要計YM YM怎樣計呢? 我把紅色這塊面畫出來 其實是這個位置,紅色的面 G H 這裡是3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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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橫是16 橫是16 Y是中間點 M也是中間點 所以我們知道這個是15 30除2 我們知道這個是8 16除2 所以MY 這個MY的長度不是定理 8幾次加15的2次開方根 17 所以這個長度是17 Tangentφ就是6 over 17 答案是B